嗨,大家好,歡迎來到小花廚房 今天來做薑汁撞奶吧 首先準備鮮奶250克 現磨的老薑汁2匙 砂糖3茶匙 將老薑洗乾淨 大約半個手掌心大可以磨出2匙的薑汁 薑要使用的部分去皮 可以用大塊一點的薑,等一下會比較好磨 把乾掉的部分切掉 將老薑磨成薑末 薑汁撞奶裡面的薑汁盡量要是現磨的 因為老薑裡面含有蛋白霉 可以讓鮮奶凝固 磨好的老薑汁裡面的蛋白霉的活性 會隨著時間越來越不好 磨好薑末了 拿一個濾網把薑末倒進來 用湯匙壓出老薑汁 薑汁看起來會有一點白白的 那就是蛋白霉喔 攪拌均勻後加兩匙到等一下薑汁撞奶的碗裡 記得要攪拌均勻才加喔 因為蛋白霉很容易沉澱 給你們看剛剛裝薑汁的碗 底部還殘留一點點的蛋白霉 白白白的 接著開小火倒入鮮奶 以及砂糖 攪拌均勻 一開始鮮奶還不夠熱 底部會有一些砂糖還沒溶解 等過一陣子熱一點 再攪拌一下 鮮奶要煮到邊緣冒泡 表面有熱氣 大約75至80度C 不能煮到全滾喔 溫度會太高 像這樣邊緣冒泡 表面有點冒煙 這樣就可以趕快關火 接著先把薑汁攪拌均勻 再把鮮奶撞進薑汁中 可以拿稍微高一些些 撞的過程讓薑汁和鮮奶混合均勻 接著馬上拿一個盤子把碗蓋起來 等待6分鐘 這時候裡面正在產生化學反應喔 從液體變成固體 時間到就可以打開囉 好漂亮喔 拿一支湯匙試試看 湯匙不會沉下去 就是成功囉 再換一支大一點的湯匙試試看 也沒有沉下去 超棒的 而且薑汁狀奶超滑嫩的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趁熱開動吧 香甜又滑嫩順口 薑汁的辛辣感是很溫和的 超好吃的 我覺得這是一道大人小孩都會很喜歡的甜品喔 而且製作過程很有趣 又真的很簡單 小重點就是 薑汁要現磨攪拌均勻 天奶煮到邊緣冒泡 表面冒煙就好 只要掌握這些 第一次做就能簡單成功喔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